这什么情况呀 毛怎么还锁着了 哎呀 我爸可能弟弟干活去了 我看你爸是逛气了吧 还说身体不好 你不要太过风了 什么叫我过风了 我们大老远的来 好不容易到家 毛还锁着了 等一会儿我爸就来了 装啥机 等一会儿爸来了 我想给一万块钱 这半年都没给钱了 给什么给 我们现在什么情况 你不知道吗 我爸辛辛苦苦把我养这么大 现在老了干不动了 一年到头才给我爸 给不到一万块钱 这不合适吗 那我们也得生活呀 我们挣一万块钱 有多么不容易 你不知道吗 到底是你爸一天 待在家里辛苦 还是我们在未别 累死累活的辛苦呀 我让你看看 我爸一天都在干什么 我爸一天都在干什么 你认识到他 从我小时候我爸就这样挖 几十年如一日 我爸就靠在这个山里面挖地 供我上学 把我养大 现在我爸老了 真的不应该再这么累了 但是我爸还在努力着给我付出 你知不知道 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给你买的首饰 嫁妆 还有彩礼 都是我爸在这里一点一点的挖出来的 爸 哎 天气怎么来了 两个电话都没打 公司临时通知 时间紧张 我就没跟你说 那么紧张吗 喂 临时改编签约日期 下午和清风集团签合同 你必须在两点之前到 哦 那过两天再签不行吗 不行这个合同必须由你负责 今天下午签订 好 那我下午一定到 爸 公司临时决定 有一个重要合同下午要钱 我就先过去了 然后这一万块钱你拿上 又卖点好 有钱 有很几元 有很几元 你拿上 我就走 走家里回他家 我这有些东西给你带上 很重要吗 很重要 给你带上 走 回家走 哦 那行吧 这是在家里做好的苹果 你带上回去自己家吃 我以为是什么贵重东西啊 苹果我们城里多的是 几十块钱一笑 好 爸 那个苹果我就不带了 因为东西多不好带 我就先走了 拿上吧 家里也没有多少人 以后你享有也没有了 赶紧走 赶紧走 行吧 那我就拿上了 你好好吃饭 我有时间了再回来 哎 啊 行 那我走了 那去坐啊 真是倒霉透了 大老远人呗 还背一项破苹果 你给我闭嘴 爸给我们提一项苹果 那是爸的一点心意 我们回家本来就是为了让爸高兴一下 提一项苹果能累死你吗 累不死你雷包呀 儿子 我也没有什么本事 一辈子就攒着这么一点钱 本来笑着给你们一包用 现在这件房子也没少了 整体很高兴 我老了 这十万块钱 发得我更钱 也没什么用了 你就都拿上吧